大家好 我是學長 歡迎來到硬派Q&A第22集 今天我們跟大家聊的東西是關於悶蒸 這也是一個網友提問 他詢問說不同形狀的濾杯 那我們在悶蒸的時候 是否有不一樣的給水布水方式呢 這個問題其實我覺得非常的好 首先我們必須要達到一個共識 這個共識就是 悶蒸的原則是什麼呢 就是盡量讓濾杯裡面的咖啡粉 都均勻的吃到足量的水 換句話說就是不要有粉吃過多的水 也不要有粉吃太少的水 盡量讓你的粉都均勻而且有吃到水 所以根據這個邏輯我們就可以來思考一下 像我們學長最常討論的就是錐形濾杯 像V60 它的形狀那是一個圓錐 我們可以看濾紙其實也可以理解這個概念 在正中間的位置 正中間的部分它的粉是比較多的 它的外側粉是比較少的 所以這個時候我們在悶蒸布水的時候很容易理解 正中間一定要給大部分的水 外圍粉一點點的地方就給少的水 不然的話就沒辦法完成這個原則 就是哪裡粉多哪裡水就多 所以在圓錐濾杯上面它的邏輯就是如此 那根據這個原則如果我們來檢視梯形濾杯的話 我們可以來看一下它的形狀 其實梯形濾杯它的正中間這一條線 它是最深的 所以它的粉也會比較多 所以在正中間這條線的軌跡的範圍之內 我們要給比較多的水 那像兩側 它的粉呢就是比較少的 因為粉比較薄 所以我們在給水的情況之下 我們當然不能跟圓錐濾杯一樣 畫正圓 如果你畫正圓的話呢 就會形成的是 旁邊兩側會給太多水的狀況 所以呢 梯形濾杯我們就不能像圓錐形濾杯一樣 給正圓 繞正圓 這樣子是不合理的 我們要繞的是比較接近橢圓的形狀 為什麼呢 因為這樣子我們必須讓這一條線上的粉 都吃到比較多的水 OK 那當然還有像蛋糕濾杯 那蛋糕濾杯我們可以看一下 蛋糕濾紙其實可以很 明白的看得出來 蛋糕濾杯它的粉層的部分狀況 那當然 蛋糕濾杯也有分尺寸 就是比較緊的 或是比較開的 每個尺寸不太一樣 那如果我們蛋糕濾杯 它是比較內縮的這種型的話 我們可以看到它下面是一個平台對不對 所以呢 外側跟內側的粉 基本上它的粉層厚度是非常非常接近 所以我們在布水的情況之下呢 這種 蛋糕濾杯呢 它就不太需要說正中間給比較多的水 外側給比較少的水 這樣就不合理了嘛 對不對 所以我們這種形狀的濾杯 蛋糕濾杯呢 我們就是內側跟外側的給水 基本上是一樣多 它就可以完成良好的門針 所以我們從 正常的錐形濾杯 然後T形濾杯 到這種蛋糕濾杯 它就可以看得出來說 我們只要符合 哪裡粉多哪裡水多這樣的原則 我們在進行悶蒸給水的情況之下呢 我們就比較不容易失敗 那我們最後再舉一個 例子 讓大家更理解這個觀念 像這個 這個是自然釉的 錐形濾杯 但是自然釉釉的濾杯跟這個 V60差別在哪裡呢 就是V60它的角度是60度 但是呢 自然釉的濾杯大概是50度 那我們想像一下 如果濾紙 這個濾紙 我們放到V60的時候呢 幾乎是剛剛好 那如果呢 這個濾紙我們放到自然釉的濾杯裡面的時候呢 不好意思 它必須要折 一大塊 折下去 好折下去以後呢 我們會發覺 這個圓錐呢 它的角度更小的情況之下 正中間的粉層 是不是就更多更深了 邊邊呢 它就沒有那麼多的粉 所以呢 這兩個濾杯比較起來的話 這種V60呢 它的正中間的給水 跟 自然釉這種更窄的 小角度的濾杯的給水 這種濾杯的正中間的水 要給的更多更多 比這個海多 為什麼 因為 它的角度比較小 它的粉層更厚的情況之下 我們必須用更多的水 才能讓正中間的粉層 都吃飽水 OK 所以呢 看了以上四種濾杯的粉層結構以後呢 相信大家應該都可以理解 事實上來說呢 有時候呢 不是用硬背的 而是你要一個基本原則就是 粉 都應該要吃到水 所以呢 我在布水的時候呢 都應該順著 哪裡粉比較多 就給比較多水 這樣的邏輯 進行悶蒸 基本上呢 無論你是碰到什麼樣的濾杯 都可以進行 簡單的調整 並且讓你的悶蒸 達到成功囉 OK 那關於 不同 造型的濾杯 的 悶蒸的一些調整點呢 學長就收到這邊為止 如果各位有碰到一些奇奇怪怪的濾杯 或是無法理解的濾杯呢 都可以在底下留言 那學長再為各位解答囉 那我們影片就到此為止 我們下次見 拜拜 拜拜